看着这幕 违仗后方的范贤 脸色不自禁的怪异起来 幸亏他的心神够坚定 才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呼吸心跳频率 没让房外的狼桃察觉 但是当他看到北齐小皇帝 将手伸入丝里里的衣襟 握住那团绵软不停柔弄时 他终于忍不住变了脸色 眼睛瞪得大大的 一刻也不肯放过这个镜头 好不容易 这幕活色生香的画面结束 尤其是其间蕴含的某种意趣 更是足以让范贤好声回味 不知道狼桃在屋外轻声说了几句什么 被齐小皇帝脸上的情欲之色进去 扶手在斯里里的耳边咕弄了两句 脸上满是脑溢 整理了一下凌乱的衣着 走出了屋外 直到确认了山居安全 范贤才一闪身走了出来 盯着斯里里那张红艳玉滴的娇美容颜 唇角泛起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斯里里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说道 笑什么笑 看了一幕胡春宫 难道笑一声也不成 范贤在他的身旁坐了下来 斯里里盯着他的眼睛轻声说道 小范大人 你到底来这里做什么 不会就是为了看我和陛下亲热吧 此言一出 不知为何 这位北齐贵妃的脸上竟是现出了一丝羞涩之意 范贤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心头一动 微笑说道 本来是想和你家陛下私下谈了些事情 但没想到郎陶大人竟然寸步不离 和我一样有听房角的兴趣 想和陛下私下谈是不可能的 看来只好等到晚上 晚上 难道你要在我房中一直等到晚上 范贤挑挑眉头 难道不行吗 要知道这么好看的亲日我还真没有看过 等回到南庆 我再用曹雪芹的笔名 写一篇北齐皇帝归州密室 想必卖的比石头记还好些 但没书局再挣一大笔银子 我分两城给你当线报如何 思黎黎冷笑道 莫非你与郡主娘娘就没有亲热过 范贤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眉开眼笑说道 问题是雷斯鞭这种啊 还真是第一次亲眼目睹呢 什么是雷斯鞭 思黎里睁着那双大大的眼睛疑惑问道 范贤收起了笑意 平静地望着她 一字一句地说道 我一直很好奇 两个女人究竟怎么做那事 看陛下先前的神情 好像对你的身体确实极有兴趣 难道她天生就是浩这口 思黎里终于听明白了她的话语 脸色疏的一声变得惨白 这是北齐皇族隐藏了近二十年的天大秘密 在苦河大师死后 整个天下便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人知晓 此时却忽然从范贤的嘴里说了出来 让她不禁骇然欲绝 难道这世上有永远的秘密 范贤抽了抽鼻子 嗅到了房中那抹淡淡的金贵味道 望着思黎里轻声说道 尤其对于我来说 你们三个整治了我一番 难道就从来不害怕 我会猜到这个秘密 然后用来要挟你们 思黎里心头的震惊 根本无法消除 只是不敢置信地望着范贤的脸 根本没有听进去她究竟说了什么 探出了她的惶恐与惊惧 范贤和声安慰道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何必怕成这样 我只是好奇 为什么先前朗桃就在屋外 你不点破我在屋中 思黎里沉默许久 才渐渐消化了心头的震惊 低头咬唇说道 陛下和我都在屋内 我知道你的手段 朗桃大人只怕来不及进屋 你就可以杀了我们二人 范贤望着她摇了摇头 认真说道 你知道不是这个原因 但不管如何 我要谢谢你 思黎里忽然抬起头来 望着范贤说道 不用谢我 应该是我谢你才是 当年北行路上 你救了我一命 后来又救了我弟弟一命 这几年里 我在北齐皇宫 你从来没有试图来控制我 不论怎样 我也不忍心看着你被人杀死 当然 我也不允许你伤害陛下 你说错了一点 你只是位贵妃娘娘 如果我真想伤害你的皇帝陛下 你阻拦不了 她忽然摇了摇头 感叹说道 这一谎已经四五年过去 也不知道你在上京城里过得如何 说起来范贤与思黎里这对男女之间的关系 实在是复杂无比 根本无法用几句话便阐明 不过思黎里先前说的对 范贤与思黎里暗中达成协议 助她入宫 却从来没有试图控制过她 你我之间的协议 虽然天底下没有人知晓 但大人您既然帮我报了仇 我自然也会尽我的力量帮助的爱人 思黎里的表情此时忽然变得肃然起来 站起身对着范贤款款一服 范贤此生似乎总是在不断地 与不同的女人达成各式各样的协议 严冰云说她是靠征服女人征服世界 倒也不是一种嘲讽 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当年一路马车春色北行 范贤替思黎里 解了陈平平埋在她体内的毒 同时答应她日后有机会 替她报了家族之仇 思黎里也应允成为她在 北齐皇宫中的钉子 思黎里乃是当年南庆皇族之后 只是她的祖父在夺敌之争中惨被杀死 父母也在日后南庆朝廷的追杀中死亡 这才会在北齐上京城内长大 而当年背叛了思黎里祖父 成功相助南庆皇帝登基的军方重臣 正是两年多前死在范贤手中的秦老爷子 不论出发点是什么 范贤总是履行了当年的承诺 替思黎里报了仇 只是已经几年过去 思黎里远在北齐深宫 兼察院根本无法控制 所以范贤也不清楚 这个女子对当年的协议是否还记得 可还会帮助自己 好在先前屋内的画面已经证实了 思黎里愿意帮助范贤 至少是在没有伤害到北齐小皇帝的前提下 只不过范贤虽然是世间最了解女儿家心思的男人 但终究她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 没有完全准确地把握住思黎里的心理活动 思黎里先前帮她隐藏身形 不仅仅是感念她的救命之恩 报仇之意 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在作祟 这位姑娘家绅士离奇 曾经在京都以第一鸣记的身份掩饰 替北齐做谍报工作 然而真正与她有过肌肤之亲 甚至可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的 还真的只有范贤这一个男子 尤其是在那一个明月夜破庙中 大床之上金贵幽香扑鼻 男女坚如彼此复杂关系一般肉体复杂着 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通往女人心里的通道是阴道 这是谁说的 不过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至少思黎里此时看着范贤的眼神 便复杂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 感谢观看 署了 还有没有人感兴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